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最近經常有觀眾問我有沒有玩 你有沒有玩收望傳說? 今天我是有玩的 那麼巧今天我們有官方邀請 去做這個合作宣傳影片 為什麼在遊戲已經推出了好幾個星期 才突然出來宣傳呢? 因為他們現在搞的一個很有趣的活動 就是什麼呢? 就是免費50抽活動 在我們開始講今天我們宣傳的活動內容之前 我們需要看看這個遊戲究竟是怎樣玩和玩什麼 我們經常都說我們想去找一些 不是自動戰鬥要有趣的手機遊戲 這個應該算是一個比較獨特的手機遊戲 因為它首先第一件事 它是沒有自動戰鬥,全部都是要手動的 還有就是這個遊戲裡面 不只是亂打壓,是需要去解謎 這個是其中一個非常好的東西 如果簡單說的話 大家知道什麼是Rode Light嗎? 就是一些一間一間房間去打 然後去到清怪找寶物的遊戲 其實它這個手機遊戲 就是Rode Light的那種玩法 但是就變成了這個手機遊戲 這一類型的玩法的手機遊戲 其實暫時來說都看得不多 還有最重要就是這個 是需要有適量的解謎 就是我們可以推個石頭去開機關 然後再去下一間房間 它是有這些解謎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這個遊戲是有點難度 也有點有趣的地方 遊戲角色的編輯 每一個角色會有自己獨特的技能 每一個角色也有自己獨特的武器 去到抽東西的時候 正常當然是用到一些鑽石或者用一些虛寶去抽東西 但是他們現在就是在做這個 就是由9月26日到10月5日 最多可以有50次免費召喚 我們在拍影片的時候看到右邊 咦?我剛才掉了 對了,這裡 這裡大家看到已經寫著這個免費召喚10次 這個是我們拍影片的這一天開始 就已經有這個免費召喚活動 最多可以有50次 我們現在先用這個第一個免費10抽 看看可以抽到什麼 我是沒有課金的 大家看到我這7000多顆鑽石 是無課金的慢慢儲存回來的 所以這個遊戲如果你是不想課金的話 其實可以不課金都可以儲存出來的 7168顆 我是無課金的儲存回來的 10抽免費的 看看可以抽到什麼 如果我們10抽免費都可以抽到好東西 就是證明這個遊戲是佛心的 如果抽不到的話就證明什麼 抽不到就證明了我的運氣不好 好,先簽個名 先簽個名 而且我很喜歡這個遊戲 它抽東西的時候 它是開玩具箱的這個方法 這個我覺得很有趣 不是 最佳角色獎得主是 我抽到三星角色了 海軍艦長馬拉娜 之前他有做過活動 是抽這個角色我沒有抽中過 免費10抽可以抽到嗎 免費10抽可以抽到 是不是官方提升機率 是不是 簡直是 真是 unbelievable 什麼事啊 三星角色 這樣可以抽到嗎 這麼厲害嗎 還要免費錢嗎 有沒有這麼笨的東西啊 真的 就是有這麼笨 真的 說真的 雖然今天我們這個是官方邀請我們宣傳拍的影片 但是沒有加起來的 沒有加起來的 也沒有特別提升我的機率 我真的這麼好運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話 自己去下載這個遊戲 自己去做免費10抽 說不定你也抽到 不過根據官方給我的資料 這期的那個召喚機率 是已經有提升了 所以其實就不只是我 是所有人去到抽角色 理論上來說 應該都是會更加容易可以抽到的 這個重要的事情再多說幾次 就是由這個 9月26號到10月5號為止 中間最多是可以有50次的免費召喚 我今天就已經用了10次 即是我還有40次 我在接下來這幾天 我每天都登入 每天都可以有一個免費的10連抽 但好像剛才這樣說 其實這個遊戲 我自己慢慢玩 儲一下儲一下 就已經儲了7000多顆鑽石 召喚10次是2700顆 所以其實這個遊戲 不課金也好 都很容易可以做到10抽 所以只要你去玩就可以了 不過真心的 這個遊戲 就算不是跟官方做宣傳也好 這個遊戲 是真的相比現在市面上 其他很多的手機遊戲來說 這個是比較獨特的 比較新的玩法 還有沒有那麼悶的玩法 我相信如果有觀眾在玩這個遊戲的話 是可以同意我這番話 好了 重要的事情第三次說 9月26號到10月5號 每天都可以有一個免費10抽 最多可以有50次 如果大家有在玩的話 就記得去登入去做這個50抽 如果你是沒有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現在是你開始就大好時機了 因為一開始就可以有免費50抽 希望你們可以抽到好的角色 去到開始玩這個遊戲 OK 那就是這段影片 我們先到最後的節目 大家喜歡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按LIKE 有什麼朋友在這裡說 我們下午再見 拜拜